拥有预知未来能力的我 带着好兄弟一起买了将近两百套烂尾房 经理 都过去一周了 那两个冤大总居然没反悔 也没来退房 好奇怪呀 孙经理嘿嘿一笑 难得碰到这么两个脑子进水的智障 给咱们这个烂尾楼兜了底 难道你还盼着他们来退房啊 再说了 合同也签了 录像也拍了 这房是他们想退就可以退的嘛 然而 孙经理话还没说完 就被眼前电视里播报的新闻给吸引住了 本台最新消息 龙州新区即将迎来一次重要的扩建 半年内实现周边配套完全 并且与港城著名企业天猪集团达成合作 将投资数百亿在新区建设迪士尼乐园 届时 龙州新区的房价也将会迎来历史上最新高的飞涨 看到这则新闻 上一秒还在嘲笑别人智障的孙经理 下一秒就如同石话一般地愣在了原底 旁边的小吴也是一脸的蒙圈 经 经理 新闻里说要在我们这个楼盘旁边建一个迪士尼乐园 真的假的啊 快快快 给总部打电话 而另一边 我同样也在家看到了这则新闻 这时 凤天阳的电话打了过来 我刚接通 手机里便传了一阵激动的咆哮声 差点没把我手机给震碎了 苦大哥 你神了 你疯神了 新闻看了没有 龙州新区有港城大佬投资 加上本市大力经济扶持 现在大批炒房客入场了 房价都特么涨疯了 咱们手里那批烂尾房直接涨到两万多一瓶了 翻了四五倍啊 发了发了 哥 我决定了 从今往后我就是你失散多年的弟弟 你是我亲哥啊 要不我改姓苦吧 以后我就叫苦天阳了 哥 你怎么不说话啊 你支个声啊 你是不是不想认我这个弟弟啊 哥 我听完一阵无语 行了 你先给我安静点 你听好 现在赶紧去联络买主 能一口气把咱们手里房子吞掉的那种买主 这批房子 咱们不能在手里压太久 好嘞哥 这点小事 弟弟我马上安排 对了 哥 我三叔说想要见见你 不知你今天有没有时间呢 我听完一乐 凤天阳的三叔凤中杰是住检部的高层 这样的人物 我当然要结交 行 你过来接我 半小时后 凤天阳带着我来到了他家 三叔 我大哥苦十八来了 哥 这是我三叔 天阳的朋友吧 快坐 凤叔叔好 您公务烦吗 让您久等了 对于凤中杰 我预知到了许多 有好也有坏 凤家三代仕途 只有凤天阳的父亲经常有所成就 结交这样的世家 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也是在给未来铺路 凤中杰哈哈一笑 小兄弟 应该的 这一次要不是你带着天阳 恐怕他也赚不到这么多钱 早就被他把教会魔都了 我很好奇 你是怎么提前知道 龙珠新区的房价会暴涨呢 我微微一笑 知道这次凤中杰之所以要见我 主要是在替他侄子把关 毕竟这件事如果是内幕消息泄露 那事件可就恶劣了 凤叔叔 实不相瞒 是预感 预感 没想到啊 你这么年轻 居然信这个 我很佩服你的预感 但最好真的是你撞了大鱼 否则可就糟糕了 很明显 凤中杰不信我的话 凤叔叔 今天港区有什么动向 对于我突然莫名其妙地问这么一句 凤天阳听了云里雾里 但是凤中杰的眼中却划过一抹惊骇 这小子真邪门了 连今天港区那边来了大人物他都知道 该不会这小子和港区那位大人物有什么关系吧 如果真是这样 那么他提前囤防的事也就说得过去了 凤中杰随即哈哈一笑 不谈公事 我还有事要先走一步 天阳 叔叔只留一句话 交朋友 就要交小苦这样靠谱的 小苦啊 感谢你能带我们天阳 以后有用的到的地方 只要合法合规 我都不会推辞 凤中杰起身便要和我主动握手 凤叔叔 您过奖了 有事您就先去忙吧 对了凤叔叔 今天带药了吗 凤中杰身去一阵 心中暗道 我怎么会知道他有心脏病的 带了 在我助手小张这里 你们先忙 我先走了 小苦啊 以后没事就常来 说完凤中杰便朝外面走去 到了车旁 他想到了我的提醒 小张 药带了没有 小张朝包里看了一眼 瞬间惊出一身冷汗 急 急坐 药望寄拿了 旁边有一家药店 我这就去买 您稍等 没一会 小张便把速效救星丸买了回来 凤中杰这才放心地上了车 然而 行驶到半路上 凤中杰突然痛苦地捂住了胸口 似乎是心脏病发作了 小张看到后下的满脸苍白 急坐 你没事吧 快 快吃药 随即 助力赶紧掏出刚买的速效救星丸 味到了他嘴里 吃完药的凤中杰这才逐渐缓和 但冷汗却已经浸透了全身 差一点 只差一点他就丢了性命 要不是我的提醒 他怕是神仙也难救了 凤中杰本是无神论者 但今天这件事对他的冲击太大了 一瞬间 他的内心更是对我充满了敬畏 这小子真是神了 而另一边 凤天阳正被一个电话气得破口大骂 苦大哥 龙湖地产那群狗东西 他们想赖账 然而他话还没说完 我的电话也响了起来 喂 是苦十八先生吧 您好 我是孙权啊 龙湖湾销售经理 找我有事吗 孙经理嘿嘿一笑 是这样 您上周带朋友从我们这里买走了小两百套房产 想必新闻您也看了吧 如今的房价涨疯了 我们公司之前一直亏本 好不容易可以趁机翻身 可是 说重点 不然我挂了 好吧 我也不啰嗦了 公司总部那边的意思是打算收回售出的房产 按照当时签订的合同 我们愿意支付您三倍的违约金 我听完冷冷一笑 也就是说 你们公司宁可支付三倍的违约金 也要违约给我看 对吧 没错 就是这样 苦先生 我也是没办法 这是上头的命令 毕竟这房价现在眼看就要翻十倍了 公司这边钱还没到手 房子就飞走了 换作是我 我也崩溃呀 不过你也不亏 三倍违约金也不少了 孙经理的语调开始阴阳怪气起来 满满的幸灾乐祸 他万分极度 极度到眼红发狂了 凭什么人家随手买几十套烂尾房就发财了 而他这么努力 一个月才拿几千块工资 听到他这些话 我瞬间火冒三丈 这就是你们公司的信誉吗 说完孙经理狂笑不止 连牙龈都笑出来了 就跟个变态一样 我深吸了一口气 强行让自己冷静了下来 行吧 既然你们不人 那就别怪我不义了 这件事我会追究到底 哎呦喂 苦先生 你好凶哦 我好怕烟 那我们拭目以待吧 欢迎苦先生来找茬 说完他便挂断了电话 苦大哥 那狗东西怎么说 他们想给咱们三倍违约金 然后收回房产 一听这话 凤天阳瞬间暴跳如雷 连眼睛都红了 看得出来 他现在杀人的心都有了 也难怪 这可是翻十倍的利润 分分钟他就能写赚进一个亿 但是现在 对方却说只能给他三倍违约金 这换作任何人都无法接受 更何况是生性残暴的凤天阳 苦大哥 这件事你不用管了 交给我来处理 那帮狗东西 吃了雄心暴死胆 居然敢在我凤天阳头上冻土 我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 等着吧 一会我就让那个姓孙的狗东西 给你下跪认错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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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